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继续学习加瓦事件处理机制 那么在这之前的两次课呢,我们分别介绍了一个简单的用户事件 以及用户事件的类型 因为所谓的事件是指程序,加瓦程序跟用户之间的一个交互 而这种交互呢,又是多种多样的 这种交互有可能是我点击了一个按钮 也可能是我输入了一个文本 或者是我鼠标移到了某个组件之上 而这些事件呢,就构成了加瓦的一个事件的这样一个家庭的这样一个类型 那接下来呢,今天我们就要接着我们上次课的这样一个代码 来完整的或者说是全面的讲解一下加瓦的事件处理机制 那先打开我们上次课的代码 上次课的代码呢,先看第一个 就是出现一个面板加两个按钮 点击其中一个按钮,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你点击了按钮1 但是呢,点击第二个按钮是没有任何事件交互的 那就这段代码哈,我们来看一下 针对于加瓦事件处理机制呢 其实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分别是事件员,事件对象 或者说是事件处理对象 我把它打一个中括号 以及实现事件监听器 也就是说三部分组成 事件员,事件对象和事件监听器 加瓦呢,要完成整个事件处理机制的这样一个程序呢 就必须围绕这三样东西 事件员,事件处理对象和事件监听器来完成 这里呢,有加瓦事件模型的几个步骤哈 如果我们要实现一个加瓦事件 那首先要确定事件员是谁 到底是哪个页面组件要被处理 比方说刚才这段代码 我们很明显是按钮1会触发点击事件 或者说是动作事件 那第二步呢,一定要确定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 在上次课我们是介绍了用户事件的类型 有动作事件啊,键盘事件啊 还有文本事件啊,等等 各种各样的事件哈,鼠标等等 各种各样的事件 那么如果你要编程的话呢 就得首先确认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 当然,上次的这个代码发生的就是一个动作事件 第三步呢,就是要实现事件监听器 事件监听器呢,大部分哈 基本上都是一个接口 那所以我们要编写 实现事件监听器接口 或者说是计程适配器类的代码 以完成对应事件的处理 这两次课呢,我们都是演示的 一个实现事件监听器接口的 这样一个子类对象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是一定需要把事件监听器对象 与事件源的某个事件关联起来 而这个步骤非常重要 这个步骤我们把它叫做注册监听 事件源注册监听为某个监听器的 这样一个子类对象来处理 好的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段代码里面事件源是谁呢 因为我们注册监听只注册了B1按钮 所以事件源就是B1 而且它注册监听的是什么监听器呢 注册的是Action Listener 也就是动作事件的这样一个监听器 也就是说我在注册监听的时候 我就定义了发生在按钮B1上的 动作事件会被监听器监听和处理 一旦发生了动作事件 立刻交给监听器的这样一个对象来处理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就是第三部事件的监听器 事件监听器呢 其实是介于监听和事件源的这样一个桥梁 一旦事件源注册给某个监听器的对象 这个监听器呢 就会随时去监听事件源的相应的事件类型 好的 这个呢 就是加瓦的事件处理机制 其实呢 它是一种委托事件模型的这样一个概念 委托事件模型 委托呢 就是相当于把某事件源委托给事件监听器的 这样一个对象来处理 也就是注册监听 一旦监听成功之后 这个监听器对象就随时在监听这个事件源上的特定的事件类型 就像这个Action Listener的对象是谁呢 是接Button Test 它随时会去关注按钮B1的动作事件 一旦发生 就会自动调用 这个监听器的事件处理程序 来处理这个事件 这个监听程序中的方法 提你怎么写 这个事件的响应 就会怎么样去执行 好的 那接下来呢 如果现在我要修改这段代码 也就是说事件源不仅仅是B1 还有B2 怎么做呢 B2点 ADD Action Listener 好 我把它也当做 也当做是一个事件源 也就是说 现在事件监听器对象 也就接Button Test类的对象 既要监听B1 也要监听B2 那问题来了 不管是B1被点击 还是B2被点击 都会去调用 Action Listener的 这样一个子类对象 因为他们注册监听给Z 就是接Button Test自己 那么他们都会调用 Action Perform的方法 也就是B1点击了 也会调用Action Perform的方法 好 B2被点击了 也会调用 那现在我们来执行一下看看 当我点击按钮1 执行一遍 Action Perform的方法 点击了按钮1 当我点击了按钮2 好 也会执行一遍 Action Perform的方法 弹出 你点击了按钮1 好的 当然 现在也就意味着 因为这两个按钮对象 都注册给了同一个事件监听器对象 所以呢 一旦他们发生了动作事件 都会调用同样的事件处理程序 那么在同样的事件处理程序中 我能不能去区分现在是谁触发了事件呢 当然可以哈 这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处理对象中的参数Action Event 也就是事件 事件 类型对象哈 到底是谁发生了这个事件 事件类型对象的一是会被自动传参的 那么一有一个方法 叫做Get Source方法 Get Source方法就是获取事件源 因为我这里的事件源只有接Button类型 所以我可以把它强转成接Button类型 哈 并付给一个接Button类型的对象B 那我怎么判定呢 IfB等价于B1 好 弹出一个对话框 Alice 同样的弹出对话框 只不过信息会变成 你点击了按柳2 好的 也就是说因为Action Perform的方法是来处理动作事件的 那么它首先就得确定发生了什么样的动作事件 好 在加瓦中把任何东西都看成对象 所以它把事件也看成一个对象 点击一次按钮就产生一个事件对象 再点击一次又产生一个新的事件对象 好 这个事件对象都会传参给这个Action Event的对象E 那么E点Get Source呢 就可以获取事件源对象 一旦这个B等价于B1弹出对话框 你点击了按柳1 好 否则呢 则是你点击了按柳2 看一下 好 点击了按柳1 点击了按柳2 这个呢 就是加瓦的事件处理机制 三大要素 事件源 事件源要注册监听给事件监听器的对象 然后一旦触发事件就会去调用 实现的监听器对象中的事件处理程序 事件处理程序来完成对整个事件的一个处理 当然事件监听器的对象呢 是可以自由自在生成的 比方说 我这里有个Action Test类 Action Test类 它呢 implements Action Listener 好 一个类 一个类文件里面呢 是可以有多个类的 当然只能有一个public的类 好 现在我两个类文件写到一起 当然其实不好 不好 好 这个类的话呢 我用来实现ActionListener 也就是它也是一个事件监听器的子类 那么这个时候 我在这个事件监听方法里面 只有一句话 就是你点击了按钮 但是这个地方就不能用this了 this的话呢 一定是指代一个页面组件 但Action Test并不是UI组件 并不是界面组件 所以我这里写个now 代表屏幕的正宗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注册监听 addActionListener的参数呢 应该是一个事件监听器的对象 本来我是this 因为我自己也实现了ActionListener 但现在我强行换一下 换成 Action Test类的对象 好的 接下来我注册监听给谁呢 AT 好 我把B1这个按钮 注册给谁呢 注册给AT 为什么可以注册给AT呢 因为它也是事件监听器的类的对象 那么一旦B1被触发动作事件 会去调用谁呢 会去调用at对象的 to action perform的方法 好 来执行整个事件 事件处理的一个响应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执行一下 当我点击按钮2 好 你点击了按钮2 但是点击按钮1的时候 出现了 你点击了按钮的这样一个信息 而这个信息呢 是ActionTest类的 Action Perform方法所执行的代码 所以呢 整个Java处理机制 只要你掌握了事件源 事件类型对象 和事件监听器的实现子类 那么整个事件处理机制 就可以随心所欲 你想怎么处理 那么就怎么处理 理想定义谁成为事件源 那他就可以成为事件源 好的 这就是整个Java事件处理机制的流程 同学们掌握了吗 好 我们下次课再见